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會需要取得本月的起始日 本月起始日的話就是從那個 一樣要從C1跟F1 C1跟F1實際上就是 C1嘛 就是年嘛 跟F1 那因為你必須要把它格式化成日期的格式 所以中間要斜線 先以自串的方式怎麼樣 把它串接在一起 串接出來之後的話 比如說就是什麼2014 這邊2014 那是7月 中間有斜線嘛 7月1號 然後最後前面有一個c-date c-date就是轉換 為什麼的日期的一個資料形態 所以c-date就是把這裡面的東西轉換 為什麼日期的格式 有點像是date函數 有點類似像date函數 然後轉換之後就給d1 d1儲存起來的話 它就會是一個日期格式 在d1 然後利用 我們是相差一個月對不對 然後有用e-date函數 那e-date函數在vba裡面沒有 vba裡面有一個叫dayadd dayadd 如果要月份的話你的參數是m 那一個月 那跟哪一個比呢 跟d1比 它就是出來d2就是下個月的期日 ok 然後呢本月的結束日 就是 把什麼 第3就是把d1-1 一樣用date函數 這個地方是一模一樣的 OK 也有date函數 那vdate的話呢 也是一樣用vdate 所以這個地方有幾個地方會改 改的部分 我用那個黃色的部分 mark起來 各位有 有興趣的話 看自己再加一個萬年曆的 什麼 最終版之類的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的 重點在這裡 這個第1個 那第2個 當然 有同學最後也是會想到 就是說 這個地方按下去 清除 按下去清除 那可是問題啊 你每次要按才會顯示 那最好是怎麼樣呢 上面最好是 有改變的時候 有沒有 change的時候 下面要改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們現在點下去會改嗎 不會改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在某一個 事件發生的時候 要去執行 這個程式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就牽涉到一個事件 就是當什麼 當這個shits裡面有 shits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有被變更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怎麼樣 就要去執行 萬年曆 而不需要去再去按按鈕 這個才是比較 正規的做法 不然每次 你跟他講說 你先選一個 然後再按一個按鈕 他會覺得說好囉嗦好麻煩 對不對 他就想說 你會幫我改一下 按下去他就馬上跳出來 就OK啦 不要再按一個按鈕吧 OK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能夠達到這個動作的話 最後 我再把這個地方講一下 其實你只要在一個地方做 就是在Visual Basic裡面 他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 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那個 Walk 這個這個 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 就是這個工作部 這個工作部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 就是 Walkbook 裡面有一個 事件 這個事件 恐怕各位要自己去找 因為他預測是 當 Walkbook Open的時候 這個事件 Open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我沒寫 不用理他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去找一下 Shits Shits Walkbook